要说在影视圈中最受欢迎的男演员,这位可是永无质疑的,对于我来说,这位的实力可是令人很印象深刻的, 他的接二连三的影视作品,都相当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,像是《芳华》、《妖猫转》、《九州母云记》、《亲爱的翻译官》等,还有今年的一部《创业时代》,都是大家熟知的影视作品,想必说到这,大家可能知道我要说的这位演员是谁了吧? 对,他就是实力派演员黄轩,在这几部大戏中,黄轩都是在剧中饰演着男主角,其导演们也是一个比一个牛的,你看看冯小刚以及陈凯歌等,这些的导演可都是在演艺圈中醒当当的人物,并且在对于黄轩身上,他们都是赞不绝口的, 要说一个演员得到他们这些导演的认可,那可是非常荣幸以及幸运的一件事情的,可见黄轩的实力有多么的出众的,就拿今年黄轩与Baby主演的《创业时代》来说吧,这次在剧中Baby的演技不再是霸占头条的话题了,而是被黄轩饰演的郭新年的一句话所占了这部剧中的头条啊,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, 因为误会的,郭新年搞错了,那句话是,我爱上了你的身体,和另一个女人的声音。 在这场戏马刚出来的时候,可是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啊,无疑这可是史上最渣的男主啊,这么的说话的吧。 但在面对这些的吐槽的时候,黄轩只回答了一句话,他说道,因为饰演的不是黄轩,如果是黄轩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 其实在这个剧中黄轩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有点的渣,但再也阻挡不了粉丝们对于他的喜爱的。 说实话,黄轩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很沉稳,成熟的感觉,形象就是很正的感觉,想必这样的黄轩怎么能不使人喜欢的呢? 在电视剧的领域当中,黄轩做出的贡献可是非常多的,有些人说道,黄轩的走红完全是靠着他的运气的,因为黄轩的资源可是非常的好的,你看在许安华导演执导的这部剧《黄金时代》这部剧中,黄轩饰演着的洛宾基,可是与着很多的老戏骨们一起搭档的,像是汤唯以及王志文以及的老戏骨们合作。 并且还跟冯小刚导演的《芳华》这部剧中,他是演着男主刘峰,可是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,以及与陈凯歌导演合作的《腰猫转》这部剧中,在看到了黄轩的表现后,陈凯歌导演都是忍不住地夸赞他不错,就说没有选错人。 如果说这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黄轩的运气的话,那可是错误的看法,在黄轩的身上,有着很多的努力。 在《红高粱》这部剧中,黄轩与周迅合作的,饰演着周迅的初恋角色,在眼神上可是完全地就诠释了两人期间的缘分,当时就连周迅都评价道黄轩是我们每个人,大概在小时候都幻想过的一个最纯情的爱人。 在那之后,国民初恋的标签就在黄轩的身上,而之后跟黄轩一起搭档的女主们也全部都来到不晓得,你看孙力,一起合作的一部《蜜月转》,在剧中与黄轩还是一对初恋情人,黄轩饰演的黄歇和魏丑夫这两个角色,都说简直演技超神,十分的棒。 而之后与杨幂一起合作主演的《亲爱的翻译官》,这部剧中饰演的是程家阳,与杨幂饰演着一对情侣,整体来说,这部剧可是很不错的,虽然在剧情上不算是很新颖的,但对于黄轩的演技来说,以及杨幂的人气,可是为这部剧也是吸足了亮点的。 你别看黄轩的身上就像是开挂了一般的,其实并不是谁都是天生好命的。 在刚出道的时候,黄轩也是经常遇到换脚以及戏份被剪掉的情况的。 在刚出道的时候,本来是满城近代黄金架这部剧中的小王子一角色上,当时指定的是黄轩的,但在后面就是因为年龄过于大的原因最终被换掉。 以及在饰演的一部《海洋天堂》这部剧中,为了跟剧中的角色相符合,是一个患有孤独症的角色。 黄轩在开拍之前,就去到了孤独症学校,与那里的学生们一起同吃同住,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境况。 在出道的着七年中,一直就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,但一直黄轩就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,并且没有被击退,反而越挫越勇,一直到拍摄《红高粱》这部剧后,CR才走上了自己的正轨。 一直黄轩就是在开阔着自己的人生边界,用着自己的实力去证明自己,不想自己只是陷于其中的一个标签当中,一直就是在摆脱困境,一直就是在不断地突破自我。 这样的黄轩你还能说他是凭借着幸运的吗? 就像在《创业时代》中,郭新年说的一句话,感觉就像是说出了黄轩自己的心声, 在人的一生中,只有这么一次,如果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着的话,那么将有什么意思? 对,黄轩就是这样的人,一直就是在尝试着改变,不一样的黄轩,一直就是在打破着自己身上的标签。